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农历10月初三,每天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1.安安省将于11月15日中午12,55PMS进行紧急警报系统测试,手机将会在测试中发出响亮的提醒。 这是加拿大一年两度的紧急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关注。 2.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宣布了移民制度的全新改革焦点。 预计从2026年开始,每年新移民目标将稳定在50万人,经济类移民将占据最大的份额。 3.周日上午,多伦多市加宝地区的一所民宅发生爆炸,严重损失。 4.爆炸发生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位于Kingston和Galloway附近的Kitchener Road上。 事件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4.加拿大前时尚大亨皮特·尼格尔周日被多伦多陪审团判定犯有四项性侵罪和一项非法拘禁罪。 4.这标志着一场备受关注的审判的结束。 5.Mississauga的一家家具店突然关门,关于关闭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 5.加拿大破产监督办公室的最新数据显示,包括破产和提议在内的破产数量正在上升。 5.中国新闻 1.2023年,胡润女企业家榜发布,94岁的邝销青以720亿元的财富首次成为中国女首富。 5.前首富杨慧妍财富缩水270亿元,排名第五,财富为480亿元。 2.预计油价将在11月21日24时开启调价窗口,加满50升油的车主, 或将享受15元左右的降价。 消费者可关注油价调整,以获取更经济的加油体验。 3.广州宣布实行认房不认贷政策,首套房供基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20%。 有位洁清贷款,且在本市拥有一套住房的首付比例最低为40%。 4.河南武之一中学七中考试期间发生踩踏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学生在考试间隙集中上厕所时拥挤摔倒,引发事故。 5.南昌发生一起坠楼事故,男子从小区30楼坠落砸中路人,造成二人当场死亡。 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 6.网友反映黑龙江武长一政务大厅全天工作仅6小时。 当地官方回应称将实行员工轮岗制进行整改。 7.四川华西富二院招募护士,要求硕士博士学历。 院方回应表示,薪酬相对有竞争力。 成都崇州被狗咬伤女童已出院,伤情良好,花费八万余元。 8.河南商丘4885份出生证被盗案后续,医院原科长被判刑八年。 江苏一老汉户口部莫名多了个十岁孙子,多部门已介入调查。 9.云南宝山警方发布通告,要求非法滞留缅北地区的人员在年底前地区回国。 缅甸知情人士称,缅甸电炸家族遭打击后大批骄人。 国际新闻 1.中美官方教育机构发表声明,鼓励两国高等教育机构恢复交往。 美国一警察局24小时内,4名警员自杀,或与心理压力过大有关。 2.韩媒报道,中国唐葫芦在韩国突然爆火,人气超过炒年高,搜索量暴增1459%。 3.外媒报道,巴拿马运河因大量船只导致交通堵塞,最长排队时间或达到12天。 4.船只可通过支付近3000万元的插队费,获得优先通行。 4.外媒报道,天然钻石价格暴跌35%,俄罗斯最大钻石生产商宣布停售所有钻石。 5.大选将近,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选举法修正案,禁止使用被冻结的资源进行竞选活动。 5.战时状态下,可继续进行选举投票。 6.外媒报道,以色列与哈马斯可能就分批释放人质达成协议。 中国公民经过多方努力,已于日前全部安全离开袈沙。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澳洲9号台新闻报道,Dougal公司即将在12月1日启动一项大规模清理僵尸号的行动。 根据公司在8月份向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通知任何两年未激活的谷歌账户,即未进行登录或使用的账户,将面临被删除的风险。 此举被Dougal解释为为了更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和限制个人文件及数据的不受授权的访问。 公司表示,他们致力于确保即使用户不再使用其服务,也能够保障其账户的信息安全。 然而,这项清理行动并非对所有账户一概而论。 一些特殊情况将被豁免,例如拥有YouTube频道,上传视频,拥有货币余额的礼品卡,或与Google、Play等应用程序相关联的账户。 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删除的账户将导致Mail地址无法再用于创建新账户,这是需要用户留意的重要信息。 Google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在过去两年内至少登录过一次的用户,他们的账户将被视为活跃账户,不受此次清理行动的影响。 因此,用户们可以通过每两年至少登录一次的简单方式,确保自己的账户得以保留,避免被删除的风险。 这一举措旨在强化对长时间未使用账户的清理机制,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私密的在线环境。 用户们有必要关注这一变化,以免因账户被删除而带来的不便。 二、英国首相苏纳克·瑞西·苏纳克在周一11月13日对内阁进行的大规模改组中,出人意料地邀请了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再度加入政坛,接任外交大臣一职。 此外,苏纳克还解雇了内政大臣布雷福曼·苏埃拉·Braverman为英国政坛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浪。 在这次内阁调整中,曾任外交大臣的克莱·弗利·James Claverley被任命为新的内政大臣,接替了布雷福曼的职务。 卡梅伦的重返政坛,以及他与布雷福曼对此的反应,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最近,布雷福曼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描述为亲巴勒斯坦暴徒上街, 呈这一场面令人不安地想起北阿尔兰冲突中最激烈的场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布雷福曼的言论被批评为在英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Remembrance对当天助长了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的紧张氛围, 这一天还发生了包括极右翼抗议者在内的暴力事件。 布雷福曼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能够担任内政大臣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话要说。 与此同时,卡梅伦最近因为公开批评苏纳克取消HS二高铁项目中 博明汉到曼彻斯特这一段线路的决定而成为新闻焦点。 卡梅伦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推文,确认自己接受了这一任命。 尽管对苏纳克个别决定存在意义,但他表示苏纳克是一位坚强且有能力的首相, 特别在当前全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国际挑战临头与盟友携手加强伙伴关系, 确保国家声音被聆听至关重要。 卡梅伦曾在2005年到2016年担任保守党主席,被视为中间派代表。 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他担任英国首相,是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这一次的重返政坛被看作是卡梅伦对于国家和国际事务的重要责任担当。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